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 我们来看看气象也要战争 哎呀 拿着剑对着太阳射一下吧 后翼射是天啊 我来讲一下大预言 癸氏月水库缺水是否有解 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不容易 昨天来一场大雨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们判了快半年的时间了 一月半到五月总算有点雨了 每天都是稀一点点 稀一点点 大家都觉得哇下雨了真开心 结果一点都不开心 昨天下了雨还真开心 好 这个月叫做癸氏月 癸氏月水库缺水是否有解呢 我来看一看 我帮大家看一下 这个天象看起来是有点希望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癸水虽然是有毒的水又是比较小的水 但是总是有水吗 对不对 不过我还是要劝大家 省水大作战 除了缺水又缺电 然后现在疫情大战争 我的天啊 这我们要应付多少事情 这个世界变了吗 到时候连水都没有 你连泡面都没得吃啊 还要缺凉了 我的天啊 饿肚子吧 但是现在疫苗也进来了 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 疫苗赶快多一点多一点 大家都可以抗疫成功 但是我们要气象战呢 我看到那电视台很好笑一件事情 居然有人说 气象可以拦截 水气可以拦截 这么厉害 科技厉害到这种程度 我那天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都快吓坏了 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人间大 连气象都可以都可以拦截的话 那还得了 那这个人类要活着 实在是没什么希望的 每天要不要 这个每天占那个 好 只是我看到他讲这个话 我实在不太相信 所以我还是要提一下 因为呢基本上呢 它跟气流有关系 天象的东西是跟气流有关系 那我们是可以造雨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水气够的话 你造雨还可以下雨 就像说我们海水还可以淡化 对不对 所以呢基本上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用人为来操作是没有错 但是呢你说那个气流可以拦截 我怎么拦截 我都不知道 弄个什么金钟罩的网子吗 还是弄个那个铁布山的网子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为呢气流它在这个变化 气象局应该很清楚嘛 但是呢如果没有气象尝试千环 像我这种没有什么气象尝试 我绝对不敢这样乱说话 不过呢 我要告诉大家 我知道天象有异象的时候呢 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用易经啊 用紫微啊 用八字啊 用五行啊 来这样统合来算一算嘛 总会知道很多事情嘛 对不对 要不然中国的易经的传承 怎么可能传了几千年呢 对不对 好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来做个大遇 有点希望咯 好那当然呢 这几天呢 最主要是我们在鬼四月 是农历的四月 那农历的四月 那个鬼水啊 是火 水是在天上来的水 所以呢我们还是有点点希望的 那当然如果说水气比较足的时候 我们政府也要赶快加紧脚步咯 在水库的旁边呢造雨啊 对不对 那弄一些海水淡化啊 我相信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这个吃水的严重性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不过呢 当然我们希望他下大雨啦 但下大雨不要造成暴雨就好了 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大陆我下那个大雨啊 变成暴雨以后呢 吐石流啦 然后呢 冲倒那个大水冲倒龙王庙 我们也很害怕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是什么呢 来这个月当中 到底有几天 可以 有机会有水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咯 好 5月18号丙火那天下了雨 对不对 台北下了一阵大雨啦 然后呢 水库有缓解喔 那个日月台的水库好像有加了一点点 还有另外一个水库也加了一点点 他们都加了一些水进去了 那所以呢 中部最近呢 好像也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打算供水要停 供三停二 那如果是本来是供三停二嘛 那如果供三停二就两天 那如果是供三停一 还是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基本上还是希望大家呢 要省水大作战 好 5月18号有下了 雨喔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鬼水喔 会把那个丙火喔 战胜 所以呢水还是可以灭火 对不对 好我们再接着下来看 5月24号还是有机会喔 今天是5月20 所以四天以后呢 任水 水从天上来 又升金 哇这个可能就更大一点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希望呢 这一天呢 他会有大雨下来 因为任水是大的水喔 不是小的水喔 那升金的话呢 就是水来升金 那我们农作物又有希望呢 对不对 希望下到南部去中部去 那我们的农作物就有希望 我们就不会什么缺粮喔 还有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喔 很多蔬菜啦 很多水果啦 现在就算收成喔 也卖不掉 然后要输出吗 也很难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些水果喔 卖到那个什么新加坡 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大家就在讲啊 说这样怎么办呢 对不对 因为没有水 他的水分不够的话 就会有这种情况 不管是茶叶啦 稻米啦 或者水果啦 反正种植需要水的东西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海水淡化是急迫需要的 希望我们政府赶快加紧脚步囉 好 那5月25号 癸水有金 哇水来升金真好耶 你看喔 有双癸水喔 那个癸水有两个 就是流年的 流月的癸水 加上这个 流日 那一天是25号的话 就归日 所以25号呢 如果两天来两场大雨的话 或者就是下不停 那就太开心了 好 接着下来27号 还有机会 以木害水 水生木 那就代表说 水气是足的 因为地的水气足的时候呢 他会往上升嘛 一定是这样 地的水气足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不会太干渴 那不会干渴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这天还是有机会 有雨的时间喔 那当然时程我没有算啦 我只是讲说这一天啦 那什么时间会比较有希望呢 比如说他半夜啦 半夜就是止时啊 骇时啊 骇时的话就是晚上啦 如果他下在晚上会更好 因为大家就不会影响生活太多嘛 好 那如果是在下午的时间 傍晚的时间也都还蛮好的 就是 虽然下大雨 大家上班比较不方便 但是呢 总是有雨 总是开心 好 接着下来 好 炳子 炳子的话呢 水来克火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这个月是鬼水 鬼水可以克火 然后下面有水可以克火 所以双克他的话呢 那个炳火就有机会呢 就不会出烈焰的太阳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有机会呢 有机会下雨了 好接下来六月三号 六月三号又是任水无火 那任水无火 火的话是在下面 任水加鬼水那就好了 那就大的水了 希望呢天上来天山神水 好不好 那这样我们就越来越有希望了 好 六月四号又是鬼水 又是霜鬼水 太好了 那喂土的话 土就会润了 好 六月八号 然后丁火害水 你看喔 上面有个鬼水 然后下面有个水 水气就构足 构足它就会下雨 我不敢说它会下很大的雨 但是因为丁火它不是大的火 所以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在这个六月九号之前 就是我们在这个月的农历 四月是五月十二号到六月九号 好六月九号雾土止水 你看喔 回水跟止水 它有两个水 就是代表说上下都有水的时候呢 那个雾土呢 天干的雾土呢 因为土会生金 土就会泄掉嘛 我们今年是新金年嘛 那泄土以后呢 水气就会足 非常恭喜大家 那如果海洋老师的预言又准了 是不是大家就很开心呢 是不是 我们不要讲疫情 我们不要讲其他 我们要讲天山来神水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按赞分享以外呢 还不要忘记了 如果海外朋友帮我加到我的LINE 小老鼠Q3C1213O 那另外的话呢 加我的微信 我最近很忙 没时间回你们 对不起 所以呢 要加我的微信的话呢 就请加 ASKJENNY888 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 要给海洋老师加油打戏 对不对 好所以你们可以尽量留言 可以尽量留言喔 尽量留言 另外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我的 右边的这个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好希望呢 我们不要每天都 我们要报喜的 我们要报喜的 不报忧的 但是呢 疫情还是会持续跟大家做节目 让大家持续的关心 好不好 我们要一起抗疫情成功 我们要抗水成功 好 台湾会越来越好 希望我们都每天呢 天山有神水来咯 好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了 拜拜